港九新界你們覺得哪區最有特色呢? 旺角銅鑼灣 旺角MK妹道 屯門 清新一點 還有牛 你會否選到一些你覺得很不明所疑的景點呢? 麥當勞道的牌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好看 又到十一旺金州 不少大陸客人都會來香港玩 我們這次就看看香港人怎樣看本地旅遊 港九新界你覺得哪區最有香港特色? 香港島最有香港特色 海洋公園 中環海賓 然後還有台灣樓 屯門那邊 那邊沒有旺角銅鑼灣那麼多人 上環那邊 一來建築那邊比較舊 沒有那麼多高樓大廈 二來那邊比較少人 適合去休息一下 說一些覺得很不明所疑的旅遊景點 後面行人天橋那邊 經常都有一堆人在打卡 但我完全不明白打什麼 那邊有沒有危紅燈 只有車 不知道有什麼好影 內地旅客很喜歡在地鐵站的名字 放一些很不同的漂亮姿勢拍照 平時經過的時候 看到就會覺得 嗯? 又覺得有點奇怪 麥當勞道的名字 拿著麥當勞子 都在麥當勞那裡拍照 是不假的 真的不假的 馬路中間有些 十字路口馬路那邊 然後就會躺在那些圍欄那邊 不是很理解 星際 小紅書打卡 有什麼打卡在那裡? 我也不知道 但聽說我喜歡星際打卡 有哪些地方旅客不應該去? 別人住的屋邨就盡量不要去打擾 其實我覺得沒有地方不應該去 但是要外戶那個地方 不要經常很吵或很阻塞那個地方 其實草紅村 可能很出名可以打卡 但是他們都要知道 就是不可以影響到在那裡住的那些居民 山區 不是說不行的 但是要環保 不要亂拋垃圾 最重要的是 去那個地方的時候 就要尊重那裡的人 不要去那裡睡街 為了省酒店錢 而去打地鋪睡一晚 又不要一直蹲下 穿著其他人走 拿著行李拖來拖去 這樣影響到人就不好 你覺得有什麼可以做到 去維持本地居民和旅客之間的平衡呢? 就是要靠去規管 因為無緣無故 不會有人監管這件事 可能去的時候 有多少點才可以去 你設定了個時間 就沒有那麼打擾別人 可能之前12點多的時候都會很吵 但是現在店9點10點就已經關閉了 我覺得是一個小小的進步 去發展旅遊業之餘 你都要灌輸給來香港的人知道 他們可以去參觀 去看之餘 都不要影響到香港居民 自己本身的生活習慣